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聚焦最近七七惨惨的全球经济状况 自然问题的争结还是在悬而未决 甚至越发严重的中美贸易战 不止如此 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 如今是不是已经扩大延烧成货币战了呢 进入环球话题的讨论之前 我们来先看一些最新的进展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再发震撼弹 9月1号起对3000亿每年中国商品 加征10%关税 本周一时 中国就有动作 放手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跌破7的重要心理关口 美国财中部随即反击 25年来第一次将中国列入汇率操作国 连串负面消息让全球股市震荡 经济前景一片悲观 美中撕破脸 两败俱伤 全球遭殃 情况可能有多严重 这两个大国打个喷嚏 全球都会感冒 现在持续这样拉扯 看起来还有加剧的迹象 大家都怕他们殃及殖余 但是很显然的大家都避无可避了 那在中国允许人民币跌破7之后 美国帮他贴标签 说他是汇率操纵国 中美两国继续这样吵来吵去 加上日本和韩国也爆发贸易战 我国这种小国该怎么办好 是 我们来请教一下 有投资背景的新资金投资有限公司 创创人兼首席投资执行员张国磷先生 欢迎国磷 环球透视的观众们大家晚上好 是 那其实随着这样人民币这样子的贬值 美国又指责中国说他们操纵这个货币 那中美贸易之间的这个 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 现在几乎可以说是演变成了一个货币战 那从货币战变成了这个 从贸易战变成了货币战 所以这一场战争可以说是恶化了吧 感觉上肯定是恶化了 我本身觉得是很可惜 因为其实我觉得中国美国两方面都有很好的这个因素 要把这个货币战这个摩擦 开始摩擦把它谈好 因为好的话 其实不止对中国美国 全世界的经济都有带来很好的好处 其实你今天问全世界很多领导 人民也好 大家都都很期望说这个贸易战 也结束也好 所以说这种转变化 其实是感觉到 可能我觉得其实是两方面 只是谈判的方式吧 一开始可能没有好好的掌握 就演变越来越恶化 你要看谈判的人是谁 他是特朗普 很难运測他会怎么做 对对对 其实这个中国人民银行 有针对这项指控 就是说他们就是跌破七 是时常导致的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就是有发表一些声明 他其实说这个标签 是不符合那个美国的财政部 自己定下来这个量化标准 另外还有就是说 美国就是比较任性的一些单边主义 还有保护主义的行为 破坏了国际规则这样 所以其实目前是美国单方面 就是为中国定罪 像IMF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所以其实说到底是美国 人单方面的意思 可能没有什么诚意要解决这一场贸易战 其实你看这个美国前任财政部部长 Larry Summer 他现在是一个 他也发了一个言论说 这个美国不应该这个 标签中国成为一个货币操作国 因为是不对的 其实他那个标签有三个很重要的标准 其中一个打个比方说 中国的经常贸易顺差 这个盈利的复口顺差的话 就是Current Account Deficit的话 对比的话跟那个GDP对比 应该不会超过百分之二 其实中国在2017年的话 他那个已经是1.6 到2018年的时候跌到0.4 其实从各方面来讲说 都没有达标 不符合 而且当你说你是操纵 那个货币的话 一般上是说 你把你的货币尽量压低吧 其实这种情况 近来我们看到是因为市场的变变 反而是中国把 扶持那个人民币 这个也不是我说 其实Larry Summer也是这么说 就是他之前都是尽量保住 他不要跌破期 对 因为中国其实跌破期的话 对他也不是很好 因为中国也很担心说 如果跌的话 可能很多人担心 更多的钱会跑出去 所以对他们来讲 所以人民这个银行很快就讲说 我们是很确定要很稳稳地 保住这个人民币 可是现在的情况看来 是一个长期战了吗 就是不会那么快解决 从近来的演变 感觉是哇 这个时候应该是很长期 不过美国总统很难去预测 明天的话 一个推特话 可能讲又好又好 所以这个感觉 我们经历了好几个月 复冷复热出而反而 不管怎么样 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 其实都还没有看到曙光 那最近又来了一个日韩贸易战 日本在今年七月初的时候 就突然限制出口三种 对韩国来说非常重要的 一个半导体的材料 那韩国民间就反过来说 我们抵制日本的货 还有这个东京奥运会 所以双方之后还互相将大家 从这个白名单国家当中剔除的 不再享有这个贸易游会 所以其实这当中关系到的是 历史恩怨之余 那又和这个中美贸易战有任何的关系吗 我感觉跟中美贸易战的关系应该不是很大吧 不是中美贸易战衍生出来的 我觉得不是 因为是很可能是偶尔事情都发在同个时候 我觉得这是历史艳言 因为你看到说当这个韩国总统 文在义 上升2015年战后 开始有一点言论就是比较觉得说 我们以前韩国被日本欺负 所以他就进来就说 在第二世纪大战的时候 很多韩国的劳工 没有好好的被日本公司赔偿 所以他就确定说 你们这些公司要赔偿我们的劳工 不然的话 你们这些日本公司在韩国拥有的那个产业 我们会把它冻结过来 他就威胁 这样日本这个阿美商就也不服气了 好了七月一号我就好了 我也来了 我就抵制你 延长你 这个就是我觉得 不过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初期 我希望说 还不会太严重 不要太严重 好像中美这样恶化下去的话 就不可受释 如果中美贸易战 他真的恶化下去的话 他的影响层面可以去到多广 非常广 非常广 而且我觉得说 这种东西不是单单从贸易方面 而且会也牵连到科技方面 牵连到货币 我们讲到货币 牵连到各种因素 其实我也不想说 其实有时候你看历史的演变 过去整天来讲 其实过去如果经济体 我们讲到很多时候中国经济越来越好 可能二十年三十年会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 这样问题是美国愿不愿必 和和平平把这个老大的棒子交给中国呢 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因素 那现在我国呢 会不会其实对我国这种小国来说 反而冲击跟影响都比较大的 两只大象在打架的时候 每个人都照样了 因为其实全世界经济 中国美国还是主要的经济带动体 尤其马来西亚 我们很依赖外国的经济 肯定如果这些经济缓慢下来 我们肯定会受到影响 不过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机 因为战争的话呢 他们在打的话呢 肯定有一部分你可以找到 所以你看这个已经看是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呢 已经很多国内马来西亚的商家看到很多中国 甚至美国过来说 我们要把东西移过来 你看今年的话 守一个季度 马来西亚外来直接投资的额度增加了很多 而且最大是从美国过来 而且是那些已经在槟城那个半淘体公司 他们就是把他们的生意扩大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商机 危机就是转机 对 怕危机为转机 从各方面你要积极去 怎么去把握这个好机会 好 今天非常谢谢郭玲琳 谢谢郭玲琳 是 其实在能影响经济的 不只是这个贸易战 还有一些社会的事件 其实像香港经济正在因为这个中美贸易战 还有这个反送中运动 就是遭遇十年来最差的一个情况 其实动摇着他的国际金融地位 那但反送中运动 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香港法律界人士 更是在今天竭力展开 黑衣静默游行 环球透视稍后回来 欢迎继续环球透视 香港警方星期二下午证实 805香港全境大散发 警方在一天之内就发射了800枚催泪弹 28发海绵弹和148发橡胶子弹 一共拘捕了148人 那星期二晚上一名大学生因为被发现购买多支关心笔 也就是警方称为的雷射枪而遭到逮捕 结果引发众怒 示威者包围警局要求放人场面简章 而香港法律界星期三也接力展开黑衣静默游行 要求政府成立独立调查 反对绿政司政治检控 星期二晚上香港深水部警局外气氛紧张 示威者高喊放人 要求警方马上释放近大学生会会长方仲贤 警方以方仲贤星期二晚在深水部购买10支18公分厂的关心笔 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为邮居补塌 引发示威者极度不满 警方再次发射催泪弹 驱散领重 警方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前 先向媒体展示多支关心笔 警方则称之为雷射枪 为了反击镇报队的强光照射 示威者近日开始使用雷射笔反击 警方表示所谓的关心笔并非雷射笔 是高能量的雷射枪 担心可令视网膜永久损害 警方还指雷射光线会阻碍警方工作 不少警员已经因此受伤 还现场示范经雷射光照射后的情况 现场一名戴上黑色眼镜的人员 手持银色笔状物件 近距离照射纸张 大约10秒 纸张上就出现了白烟 警方指用作示范的物件属于证物之一 而星期三的香港街头 法律界也群起号召 展开黑衣静默游行和集会 有律师烈日当空下 穿上示威者的装备 戴上头盔和面罩 声援抗争者 参与游行要求独立调查 以还香港法治 大会说有三千人出席 游行人数其后在律政中心外 逗留超过一小时 要求和律政司司长见面 但不过 有律师认为 关心笔本身不是武器 在当成武器使用时 性质才会转变 需要提出举证 看不到拘捕的实质理由 也有律师质问警方 为什么要五个警察 围住一个买雷射笔的学生 而不拘捕 手持铁通木棍的人 认为律政司检控 不同证件人士的尺度不公 希望有独立委员会调查 这也是香港法律界人士 自六月以来 第二次展开游行集会 对声援反送中运动 有着重大意义 那看着香港法律界 选择站出来捍卫市民 这时候呢 多少会感慨 为什么有一些父母 却可以不捍卫孩子的童年 甚至剥削 他们快乐成长的权利呢 说的是中国时装 同魔界一再爆出的 受虐事件 最近就传出有大人 在烈日下让孩子 穿着闷热的羽绒服 长裤 还戴着帽子 不停摆出各种姿势来拍照 那之前呢 其实也有过 一名三岁的女同魔 因为不配合拍照 而被妈妈揣踢 在中国同魔圈呢 打骂是不是平常事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让年纪小小的这个孩子 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还真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真的很不解 这些父母的想法呢 我们是想不通的了 还是透过其中一对 同魔的父亲来了解吧 看孩子这样有形有款地 在众人面前走毛布 身为父母的 自豪感肯定有燃生气 随着中国的儿童服装市场 近年来以惊人的速度成长 儿童模特儿也在中国 成为了一门儿童专属职业 欧洲商情市场调研公司 Euromonitor的报告显示 2018年的中国儿童服装市场 就超过了405亿美元 庞大的市场促成了 对儿童模特儿的需求 再加上头模疑似 最少可以赚1万元人民币 相等于将近6000令吉 使徒父母竟想把孩子 推进这个行业 这一名拥有一对 龙凤胎的肖信父亲 就是其中一人 我们希望他是变成这样的模特儿 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种 第一他们是双毛胎 而且又是龙凤胎 我觉得他们去 如果去配合一个品牌 或者去代言一个品牌 对于这个品牌 有一个互相的作用 而且他们又喜欢这个 所以我希望他们 如果能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他们走这条路 是因为我觉得 他们可能比相当于 其他小孩来说 有一定的天然的优势 因为这样的想法 他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 将孩子送往 每次收费近500令吉的 模特儿课 好让他们走上 儿童模特儿之路 从开始化妆 到他们彩排 就得有三个小时 可能到11点 10点才开始正式彩排 真正下午走秀 才是下午两种钟 才开始走秀 两种钟走完秀 基本上都3点半 4点 再开始卸妆什么这些 一般一整天的时间 从早上6点到下午6点 这12个小时是很平常的 让小孩过这样的生活 真的再平常不过吗 有专家就提出 有损儿童心智发展的担忧 因为孩童从0到6岁时 需要大量的探索和自由 但在工作时 只能压抑原来的情绪 从而限制了 他们的情绪和心智能力发展 非常之高 并不是所有孩子学了这个科目之后 他就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 甚至说他长大之后 他就要去考模特 用模特来上大学 或者以后就要从事这个模特职业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了解这一项 少儿的一项时尚的一个素质教育 那孩子们通过学习这个 能得到全身心的改变 话是这么说 但多少父母不是一个不小心 忘记了所谓的兴趣和学习的本质 从把一切当作磨练 到把孩子当成了摇钱书 或者因为自身的虚荣心 剥削了孩子尽情玩乐的时光 这世代确实出现了 很多扭曲的现象 当中包括这个 你以为可以艺术归艺术 政治归政治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今年的台北金马影展 已经确定 不会有任何大陆影片和人员参加 所以非常遗憾 艺术根本不能单纯回归艺术 在香港 武打也没有纯粹的武打了 因为香港的功夫片 已经没有未来之心 这是影坛大哥大黄金宝说的 他说小孩们都不练功 大家都去唱歌了 广告回来 我们一起去跟节 欢迎进入环球娱乐通 金马奖金机奖金项奖并称华语三大电影奖项 金马奖更是华语影坛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项 在1962年创立 今年即将迎来第56届 今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将在11月举行 但是本届的金马奖却受到两岸统独争议的阴霾笼罩 先是金机奖突然改期 造成金马奖和金机奖史上第一次撞期 都在同一天11月23号举行 让各界担忧 中国电影人可能会顺理成章 不参加金马奖了 中国电影人会不会集体杯葛金马奖 今天有中国媒体证实 中国国家电影局已经下了封杀令 禁止中国大陆影片和人员 参加今年的台北金马映展 只能说艺术归艺术 政治归政治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不管你愿不愿意 政治都会找上你 最先爆料的是中国电影报 今天早上中国电影报在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句话 国家电影局消息暂停大陆影片和人员 参加2019年第56届台北金马银战 短短一行字印证了网民的金句 字越少事越大 在上一届的金马奖上 台湾纪录片导演傅瑜在领奖后 说了这句话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 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 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就是这句话掀起了千层浪 典礼结束后 中国电影人集体缺席庆宫宴 还在微博转发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金马奖自此蒙上了统独争议的阴霾 也一直有传言 中国电影人可能杯葛今年的金马奖 金马执委会今天早上回应 如果消息属实 当然遗憾 但金马奖已经进入评审阶段 各项金马活动都会照常举行 金马奖报名已经在七月截至 报名作品数量虽然超越去年 但剧情长片却比去年大幅减少 中国行男胡歌主演的南方车站的聚会 柏林影展获奖作品第九天长 还有中国大导演张艺谋都已经证实 没有报名金马奖 唯一承认报名金马奖的是 中国导演朱玉拍摄的纪录片 《少年问道》 金马执委将在十月公布入围名单 日前释出今年的主题海报 《走神秘风》 主题是寻找黑马 你能看清黑马的形态吗 今天的《环球名人方》 来了一名影坛大哥大 他是红金宝 人称红爷 能称得上爷的人 江湖地位肯定是无庸置疑的 是啊 他只需要登高一呼 就有许多大牌艺人 不计片酬 帮他做好做满 人缘好得不得了 他从小就涉足电影了 现在已经67岁 但是他并没有想过要退休 敏捷的身手 还让他换上了最灵活胖子的称号 那就因为他在影坛的地位从高档 《五国举办》的第三届金环奖 特别颁发了一个终身成就奖 给他以表敬重 余夕之前也和红金宝大哥 做了一个独家电视专访 一起来畅谈人生 感觉不错吧 真的连友族摄影大哥都为他疯狂 不过整个采访过程并不只有谈笑风声 他以为香港影坛的前景表示担忧 他认为香港功夫电影当前是最困苦的时刻 从前作为东南亚神龙之首的香港功夫电影 现在已经找不到未来之心可以接班 让他感到非常痛心 不要怪我爸爸 他九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涉足电影 童星时的他名叫朱元龙 九岁到六十七岁之间 他大多数的人生都献给了香港女团 他堪称多才多艺的动作巨星 香港动作片里几乎不缺他的身影 无论是演员 导演 武术指导 甚至连电影出品人都担任过 那时候的动作片就是好看 好玩的就是自由 拍电影是我们只是拍电影 没有任何政治的思想在里面 我们拍的就是娱乐 香港的功夫片里 有红金宝 有李小龙 有成龙 有李连杰 有曾子丹 他们的存在让外界看到了武术的魅力 原来武术可以那么远去 原来学武也有出头天 但是在他看来 这只是时捷出英雄罢了 时捷出英雄 每个时代每一个英雄就不一样 这是大自然的 可能是大自然三天的安排 每一个人应该有发挥到怎么样 只要你努力会怎么样 都不一样 回头看现在的香港动作电影 他从好玩变成忧虑 因为这个时捷没有英雄 现在你除了拍这几位武打明星 你没有再可以有这个新人的武打 未来之心 在香港来讲的话好像木游 像我们香港的电影 在这四十年前到现在 在东南亚来讲的话 一直都是神龙之手 到现在没有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痛心的一个事情 痛心是因为看不到希望 香港工作电影 无法给下一代的孩子带来希望 所以人家不练功 给所有外面的小孩子 对这一个事业的希望没有了 我都没有希望了 我还去做这个干什么 所以现在很多东西 我唱唱歌 什么我是好歌声 我不是明星 什么我做这个就行了 这个只要红我就行了 传播完这边走了 没有人在早上六点七点 想练功啊干什么 没有人练经 我练经干什么 作为香港影坛大哥大 他登高一呼 就有许多大牌艺人出手相助 他指导的电影《特工爷爷》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凭着这样的江湖地位 有没有可能改变动作电影圈的未来呢 我不是黑社会 江湖地位 我有黑社会 我不是啊 我现在这个 在这个电影圈的地位 是我有很高 可是我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东西 我本身自己没有太大的号召力去 叫人家做什么 叫人家没有 那你只能自己秘密 磨磨地慢慢做 你也要开机会 跟随电影圈 一起走过高山低谷 他把影坛的细微变化 都看在眼里 当初如果没有习武 现在的他会不会没有这样的高度 我可能现在是银行的老板吧 太玩笑了 这是我的命运 这也是刚刚好查到我的命运 我从一个武术 学一个精细 出来对武术有兴趣 慢慢慢慢开始学 利用我的那个长处 去发挥我的作用 你说我以前不是在动作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我做什么 说不定有做乞丐呢 对不对 乞丐帮主呢 说不一定 当不成丐帮帮主 却成了香港影坛老大 他现在的人生 圆满的事比遗憾的事来得多 到目前我很开心 我有儿子 有孙子 有一个好老婆 有一个好家庭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恼 烦恼就是 等你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 再制造一个未来之心 人生走到这个阶段 无论是家庭和事业 他都收获满满 但不代表他别无所求 从小演到老 他的人生就像一场电影 而电影也是他的人生 他的终生事业永不停歇 祝福大哥 希望大哥健健康康 未来再有新作品 当然 那看了访问 我觉得洪金宝大哥 虽然年近70 依然还是老儿迷奸 气势十足 相信在拍电影的话 号召力依然十足 其实老将的实力 是经得起考验的 只有像这部电影 The Irishman 导演是美国最伟大导演之一的 马丁斯科·塞斯 演员阵容就有号称 美国实力派演员代表的 罗伯特·德尼罗 和阿尔帕西诺 这华丽的目前幕后阵容 加上是黑帮题材 可以说是今年影迷 最期待的电影之一 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看看 这部老将挂帅的电影 最新预告 我是于希 我是宝脸 环球透视 明天再见 一大小小呢我們把大小 town抓著去 我們可能保償師OTH Mandalấp 我不懂事 我知道 你可不可以 ara機會